好 看到我這個馮檀蘭提名了新的這個歐委會的成員名單 我稍微強調一下這裡面凸顯了歐洲跟法國本身都面臨了極大的分歧 不過必須要強調一件事情啊 因為對於歐洲來講的話呢 意見不一樣 想法有分歧 甚至於的話呢 公開互嗆的話呢 其實講起來蠻正常的事情 這個並不是像我們所了解的這個政治情況這麼簡 馮檀蘭本身是有爭議的啦 我看到他的表現的話呢 各方面的話呢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到就是說原來 原來我看他本身展現得非常優雅 他是一個貴族性啊 邦德雷恩 他是一個就是說各方面的我覺得原來期待蠻高的 後來發覺的話呢 他基本上的話呢 是在這個歐盟裡面為了擔任這個這個支部會的主席 就處處都跟著美國走 所以說呢這個喪失了很多歐洲人的自主的權利 那麼這個法國人本身呢 他在這個歐洲議會裡面的地位 或者說委員會裡面的立場啊 基本上法國就是有一種傳統啊 就反美的 從戴高樂開始的話呢 就是任何事情的話呢 就是好像會覺得說法官應該走自己的路啦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 那跟訪丹蘭之內的話會出現衝突 訪丹蘭先生要改選嘛 本身來講的話呢 用很多政治上的這個說法上來講 但是那個 目前為止是 歐盟裡頭最重要的兩國家就是德國跟法國嘛 方特萊恩的話呢 他是德國人嘛 那德國基本上的話呢 也要維持他的利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布雷東的事情的話呢 是 就是一個辭職 原來要競選啊 因為在歐盟當中 我原來在歐洲住的時候 感覺上就是有一點有趣 說是一個國際組織 但裡面的話呢 表現出來的這個國家 民主意識非常強烈 另外講到在法國內部的分歧的話呢 這個倒是非常有趣 值得提一下 就是說 法國內部的話呢 它的分歧是來自於左右派 而且的話呢 是極左派跟極右派的分歧 這個我們一般來講 沒有受到這種政治上的訓練 對於什麼叫左派 什麼叫右派呢 搞不清楚 但是現在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說極右派的立場的話 就是反對移民啊 強調法國第一啊 就是離開歐盟啊 另外最重要的話呢 就是要能夠恢復原有的光輝啦 這個是極右派的光輝 那極左派的話呢 就是不反對移民啊 對於這個歐盟的態度的話 也比較好一點啊 然後會強調說這個世界大同 走這個國際路線 但是這次選舉的結果呢 就是說極右派的這個票數 當然是屢有斬獲 越來越多 他這個Jean Marquis 原來他爸爸叫勒辦啦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極右派的裡面的話呢 也取得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勝算 勒鵬 勒鵬家族嘛 也取得勝算 但是呢 那個極左派呢 居然呢 他們幾個左派的聯合起來 變成了最大的黨 最大的黨呢 按照這個法國的憲法呢 就是 法國的憲法跟台灣有一點像 就總統制的同時 那個總理只是一個負責做事的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居然已經贏得最大的黨 就是要提名左派的人 擔任他們的這個總理 結果呢 馬克頓等了一百多天吧 就不願意提名人 後來提了個巴尼爾 巴尼爾是這個討論 跟英國討論那個 討論叫英國要不要脫歐的人 協議的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那當然有人反對 因為就覺得說 他沒有提多數黨的黨魁來擔任總理 所以要彈劾他 但是呢 因為實際上法國很分裂的關係 那那個要有三分之二的國會的議席 國會議席大概有五百多人嘛 那就是說這個要把它真正罷免掉很難 但是讓他難看啦 就是這個目的 不好看啦 就是這個目的 是 好 請教記大使 我們看到9月10號聯合國大會議 巴尼爾問題緊急特別會議 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丹尼達龍說 聯合國大會是馬戲團 利比亞常駐聯合國代表回嗆 如果聯大是馬戲團 那麼以色列代表就是在馬戲團表演的小丑 那麼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服從在緊急會議上呢 表示中方敦策以色列來傾聽國際強烈呼聲 要立即結束對巴勒斯坦領土非法的佔領 那麼聯大通過了決議 要求以色列在12個月之內 結束在巴勒斯坦的非法佔領 而聯合國民主場顧問在金磚國家論壇上表示 世界需要美國跟俄羅斯聯邦跟大陸合作 而不是對抗 請教記大使 其實聯合國不管是大會還是他的安理會 還有甚至這些有些人權委員會的會議 他本身就是一個這個吵架對罵的一個場所 我自己在這個以前在日內瓦在進修的時候 去旁聽了好幾場這個 那時候這個人權委員會的會議 聯合國的 那事實上的話 這些國家的代表講話大概像這種 講人家是馬戲團的小丑這些 這些也是聽過很多次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本來這個聯合國就是說跟各國的國會一樣 不要用怎麼樣 不要用打破人頭的方式 而用怎麼樣用吵架的方式 來化解彼此的糾紛 這個代價也是比較多的 比較低的 所以聯合國的這個 這個以色列這位年輕的大使 常任代表 大使級常任代表 他的言行是很激烈的 我記得他已經以前被中國大陸的 這個駐聯合國的常任代表 警告過說你不要搞錯對象 是 他有時候把那個炮火 也掃到中國大陸代表團 那這個那時候是張斌吧 就對他說教 警告他說 你不要搞錯對象 中國大陸不是你的敵人 不要這樣子 那後來他就之所收斂了 不過他常常就說 這個聯合國是對以色列不好 就一個外交官來的話 你會覺得這是不是很唐突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講 代表國家的外交官 應該不要考慮太多 為了你自己國家 你這個粉身碎骨也可以 被人家罵死 被人家口水吐的 讓你淹在別人口水裡面 那麼你也應該去承受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 對然以色列這個大使 事實上非常非常的這個 怎麼講激烈 可是就他作為他的一個 以色列派駐在聯合國的 這個大使級常任代表來講 他是盡責了 那當然就是說利比亞常任 也是盡責了 所以大家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無所不用其極嘛 那不過在聯合國的大會裡面 其實真正 尤其安理會裡面 真正該譴責的不是以色列 真正該譴責的是美國 要對象搞清楚 對 以色列他裡面 他沒有否決權 對不對 他是具弱勢 他沒有辦法杯葛 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 你知道聯合國的憲章 是所謂的集體安全制度 集體安全制度是什麼 他的精神就是說 戰爭是非法的 沒有一個戰爭是允許 可是呢 可以用集體的方法行使武力 武力可以在聯合國的同意 授權之下 用集體的方式行使武力 所以聯合國有聯合出過兵的 只要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然後決定 然後交定以後就知道 要不然聯合國還可以成立法庭 聯合國安理會還可以成立什麼 這些觀察團或者說什麼 這些這些所謂的這個軍事方面的 各種的這種任務的這種團體 這個只要你先通過 可是問題就變成 聯合國在討論以巴問題的時候 大家說要停戰 對不對 那你先通過安理會通過決議 再接下來就可以說用什麼方法 讓這個加薩走廊停戰 你可以派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對不對 甚至你可以派出聯合國的聯軍 大家就各出軍隊就到加薩走廊 就好禁止任何非法的這種軍事行動 都可以啊 那問題就變成 每一次決議案 先要說叫加薩走廊停戰和平 都是誰投反對票 美國 就是美國啊 美國一直阻止聯合國發揮正常的功能 那基本上聯合國幾乎是一面倒 它的會員國都是站在怎麼樣 都是站在停火 然後呢 去制裁 去怎麼 制止在以色列 在加薩走廊的這種 種族滅絕的這種違法 公然違反國際法 國際人道法 國際人權法的這種 這種行為的 誰制止了聯合國發揮它的功能 就是美國嘛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啊 也就看到美國這個國家啊 滿嘴的啊 公平 法律 道義 可是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以說是一點原則都沒有 公然違法國際 大家公認的國際法的標準 國際的標準 然後啊 違反了它道德的一個底線 是 國際理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板子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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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